近日,ESPN出品的李小龙纪录片Be Water正在线上热播 制片方邀请了李小龙的跨界弟子 NBA传奇巨星天沟贾巴尔一起追那些年我们的青丛岁月 贾巴尔首度曝光了他与李小龙的一段旷是师徒之缘 贾巴尔和李小龙看似完全不同轨迹的追梦人 却因为无数而结缘 最终成就一段师徒佳话,如梦如幻 贾巴尔自述 当时我在UCLA念书 一直有学东方武术 大三那年马上就要开始了 回到洛杉矶后 当时有一个朋友正好认识黑带杂志的编辑 他想推荐我去跟李小龙学习 我很好奇李小龙的功夫魔力 然后我也去了李小龙家 李小龙问我之前练的什么 怎么练的,之前干啥的 我简单做了描述 接着李小龙站在一个沙带后面让我拳打脚踢这个沙带 我随便拳打脚踢了几下 李小龙看完对我说 Interesting 然后他老婆Linda也站了出来 李小龙让我站在沙带后面 让Linda来踢 我说 星辈,没啥大不了的 结果Linda侧踹的那个劲 力透沙带 让我从另一头直接弹飞了出去 我的天 当时Linda估计就125磅 而我的体重差不多是她的俩倍 一个女性居然能够制造如此这般大的力量 李小龙立马获得了我的信念 于是我很想跟他训练 接下来四年 我都有跟李小龙进行武术训练 主持人很好奇地问道 我在某杂志读到一篇文章 你在好兰雾网时上映后说的话 你是鬼才导演昆廷的粉丝 但是你觉得他电影中塑造的李小龙的形象很是差强人意 让你觉得和真实生活中的李小龙相差很远 为什么 贾巴尔李小龙从来没有表现的那么像个傻逼 他从不傲慢 也不吹牛 说实话 从来没有过那样 主持人 任何谷歌过你 想看你在死亡游戏中表演的人 都看到了一个已经远超当时被Linda弹飞的贾巴尔 对吧 当时你的功夫达到了怎样的境界 也就是你的武术造诣 贾巴尔 我觉得我学得非常棒 防身自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就是因为这个认识他 随后跟他武术训练 主持人 你曾说武术训练帮助了你的篮球生涯 帮助了你免受伤病困扰 为什么 贾巴尔 李小龙总会强调拉伸训练的重要性 训练前一定会做足拉伸热身 我之后还学习了瑜伽 又让我得到了升华 在作为一个瑜伽习练者的时候 又一次进步 这确实是我做过最好的保养了 修赛季的最佳修养方式力量训练 留任训练 有氧训练有助于身体康复 这三项也伴随着我一身 最少每周三到四次 哪些年的职业生涯 我整年只休息两周左右 主持人 现在还做拉伸吗 贾巴尔 有的 有的 必须的 年纪一大立刻变难了 上次吓得想拉伸一下臀部 结果直接起步来了 然而回忆当年啥都能干 能够随意拉伸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采访中 贾巴尔主要回忆和李小龙初识的故事 有趣的是 他还被李小龙的老婆Linda 隔着沙袋的腿弓弹飞 贾巴尔更表示 他对拉伸的重视受益于李小龙 帮助自己常年免受伤病困扰 拉伸训练 力量训练 有氧运动伴随着贾巴尔的一生 NBA名宿贾巴尔 大概算是李小龙最知名的跨界弟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 科比也是铁杆龙迷 科比曾拜李小龙生前弟子 Jerry帕特为师学习中国功夫多年 是真正的杰权道敌传人 科比显为人知的武术家身份 或许只有资深武迷才知道 李小龙从不在训练馆内练习 李认为他在自己的天地练习时 更能集中注意力 他的健身器材都是最新型的 李小龙安排的力量训练比重很大 仿佛是要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 而且改变了过去对力量训练的看法 事实上 他从中受益匪浅 并把这计划传授给最常来馆训练的学生之一 卡里姆阿布都尔·贾巴尔 贾巴尔对肌肉与健美杂志记者说 李小龙是在1970年下 让我进行力量训练的 那是每周三次的计划 大多数内容都是布鲁斯经常练习的 虽然我当时只能做每项两组各式二次 但是它的确有效 在李小龙家后院 李小龙以直立的贾巴尔下巴高度为目标 练习腾空飞踢 历史事实 李小龙曾指导了世界最顶级的NBA巨星进行力量训练 并取得成效 李小龙是顶级的自我训练家 李小龙对力量练习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据伊鲁山度回忆 除每周三次力量训练外 李还在武功练习中渗入很多相识的练习 他说 李小龙在武功练习中经常手持哑铃进行拳击练习 每次练习进行12组 每组100次 双手各持10磅哑铃进行金字塔形递增6组 然后再依次递减重量 进行6组拳击模仿 李增让我和他一起练过一次 哇 练习后三角肌和手臂是如此酸痛 但还不仅仅是这些 李小龙在那三天的力量训练日和未复重量功以外的时间里 就会用哑铃发泄多余能量 他就是那副哑铃 灵达说道 他从来不闲诊 当电视里有拳击赛时 他经常是边看边持零模仿 即使是在看书时 也是一只手拿着书而另一只手做着哑铃练习 真是不可思议 李小龙意气力合一的恐怖暴击 有着力道无比的钱币 李小龙尤其注重钱币训练 以增强他的握力和积权力量 他的妻子林达说 他对钱币练习几乎到了入迷的地步 只要有人采用任何一种新的钱币练习方法 他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它 他甚至让他的一位在旧金山的老朋友 李鸿心给他制造几种握力练习器 李鸿心说 小龙经常把设计草图给我 然后让我按照要求和规格去完成 当然了 我也不傻 他笑笑后接着说 我知道小龙设计的这些器械 对练习肌肉是很有效的 所以我往往给他系一个的同时 也留一个在家自己练 以前 昆廷塔伦蒂诺在好莱坞网市中 对李小龙的塑造引发争议 李小龙女儿李湘宁称 昆廷将李小龙塑造成傲慢的混蛋 令人沮丧 后来昆廷公开回应 一方面表示李小龙的傲慢自带有据可循 另一方面表示电影有虚构情节的权利 而前NBA传奇球星 影评任天沟贾巴尔看不下去了 通过好莱坞报道者发表评论文章 表示李小龙是我哥们儿 昆廷的电影不尊重他 贾巴尔和李小龙在死亡游戏片场 该片成为李小龙的一作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你记得什么时候马丁路德金因为面包片禁尸了而打了服务员吗 可能不记得 因为确实没有发生过 但是你也有可能记得 如果某个导演决定把这个场景拍进他的电影 即使我们知道这部电影是虚构的 那些场景依然会存在于我们共同文化记忆中 成为对真人印象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当电影制作人能够影响人们对受尊敬的历史人物的看法时 有责任保证角色内容的基本事实 而昆廷在好莱坞网室中对李小龙的塑造不符合这一标准 当然昆廷有按他意志塑造李小龙的艺术权利 但是用这样草率和种族主义的方式 昆廷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为一个人都是失败的 接着贾巴尔表示这次的争议让我感到分裂 他表示昆廷是他最爱的导演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 他对李小龙的塑造更令人失望 贾巴尔称李小龙是我的朋友和老师 并回忆了李小龙与他的友谊 对他一生的影响他教会了我无数的纪律和精神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NBA打20年的比赛却很少受伤 好莱坞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令人沮丧 而李小龙希望通过身体力行来打破这一现象 李小龙致力于改变受人轻视的亚洲人形象 通过表演 写作 推广节全道 通过他对武术的解读 贾巴尔认为最讽刺的是 昆廷电影中李小龙的形象狂妄高傲 成为白人手下外将的亚洲人 正是李小龙一直力图打破的偏见 如果李小龙如电影中一样被人挑衅 他会怎么做 贾巴尔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好几次在公共场合 我和李小龙在一起的时候 一些莫名其妙的混蛋大声挑衅李小龙 想和他打架 他总是礼貌地拒绝 继续走自己的路 李小龙武术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定就是不要打架 除非北欧选择 他觉得没必要通过打架证明自己 他知道自己是谁 并且真正的斗争不在场上 而是在屏幕上为亚洲人创造改变刻板印象的机会 他在屏幕上为亚洲人创造改变 他在屏幕上为亚洲人创造改变